這三年輕人蠻厲害的 因為他們是在318學運之後 其實他們是非常外圍的幾個年輕人 他們也是每天都很關注這個議題 可是這個學運已經過了兩年 然後大家都不停的在討論 這個學運最後生產了什麼 那其實今年兩週年的時候 也有非常多的討論 可是我心裡就在想說 我覺得最有力的其實就是人生百味 就是他們是因為在現場看到的一些 他們認為不對的事情 不公益的事情 然後他們反思自己的既得利益的那個位置 然後進而去思考說那我可以做什麼 所以他們其實沒有得到任何組織的資源 他們甚至連人生百味這個團體一開始 他們也是三個年輕人自己的零用錢 然後他們的壓歲錢 我記得我那時候才問說 那你們的錢從哪裡來 你們去跟誰拿錢 他們說沒有 我就是自己拿自己的錢出來 所以往後來一路 就是看到他們做過這樣多的組織行動 然後越來越有規模 然後成立公司 就是在這麼短短的幾年之間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最厲害的社會新創 就是他們是真的一個社會企業 在思考社會的需要 而且他們在這個裡面看見自己的角色 然後也很善用自己的能力 比如說剛才你們的專長是設計 然後舒淮是電腦 然後還有一位阿德 他其實是商業 我們記得是在商館方面的 然後三個人就集結了自己不同的專業 把石頭湯 然後這個計畫 幫阿公阿嬤 就是解回收給阿公阿嬤 然後製作到今天午生百味 對 所以我覺得他們出這本《鏡頭生存值》來 其實給了台灣社會一個很大的禮物 那我們今天菜的時光期也很高興 可以邀請到他們 可以一起來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覺得這裡面其實不只是 不只是針對街友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流浪者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就是去提醒每一個人 其實我們的處境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怎麼樣在這樣子的一個視角裡面 去看見彼此 然後彼此互相連結 彼此互相分析 好 接下來就把時間交給大家 好 謝謝 需要拿著麥克風 對 其實這樣收音會比較清楚 好 那 大家好 我是剛佑 對 那個 剛好 很勇 剛好 很勇 剛好 對 剛好很勇 剛好很勇 對 剛好很勇 剛好很勇 但是希望張鎮大哥會記得 哈哈哈 我常聽 剛剛聽久了 我慢慢以為是男生 有 我有常常 就是 就是有人問說 可以幫我轉接剛勇嗎 就是我就是我的 對啊 那今天 很高興可以到我這邊來分享 就是有關於接頭生存指南這本書 那 一開始的時候 我會先簡單的介紹白衛這個團 因為其實我們還蠻小的 也是年紀蠻小的組織 所以 簡單的介紹我們在做的事情 然後跟我們為什麼要出接頭生存指南這本書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以及 嗯 就我們的夥伴各式各樣 對 那 嗯 有人喜歡用很結構 很大方向的方式去看待接頭上的問題 但是我個人自己 嗯 比較微觀一點 我喜歡 把事情 把人看得很小 對 所以在裡面很多是我自己 有一些觀察 跟我跟街上的人互動的過程 所以它也許 不會是這麼 具備規模 或是具備這麼一個 巨大時代洪流的樣貌 不過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是 我覺得可以再更多的 就是 交流討論 有關於這項有無價值的行程 然後等等的 之類的 嗯 那首先介紹一下 人生百味的夥伴 對 我們總共有就是 幾位共同創辦人 但是並不是每一位都是 全職那有些人可能就是 技術入谷 有些人是直接入谷的方式 去讓這個計畫 能夠持續的運動下去 那另外我們有幾位 正職跟兼職的工作伙伴 以及還有 嗯 實習生 目前已經招到第二屆了 那還有幾位強開的志工 以及 只要參加過 百味的行動的人 我們都會 普通叫做 百味好朋友 然後會有一個很大的 嗯 社團 然後會常常討論 關於聖石跟無價值等等的議題 就像 呃 雲章一開始所說的 一開始真的是一個 嗯 路過的運動現場 對 非常剛好的 是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公司 那時候在一個 被利益支架公平貿易協會 直接工作 那剛好 那個協會就在 立法院旁邊 對 所以就是 很直接的 在下班的時候 就 路就被堵住了 我想說 欸 現在就是 因為我自己是高雄人 對啊 那以前在 你是高雄人嗎 你是高雄人嗎 今天下午的獎勢是高雄人 是喔 高雄地零 自己這樣子 就 那時候在高 在高雄的時候 其實從小 一直唸到大學畢業 所以 看到很多社會議題的時候 都是 就是覺得 喔天啊 就是 這個社會上面 竟然會有這樣子的事情 或是很多不公義的事情 可是都一直僅存在 電 就是電視裡面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大孤的時候 就是 要到Youtube裡面 才看得到很多 就是 因為那時候連新聞 好像都不怎麼報 就是 那個怪手開機 以前裡面的方面 都在Youtube裡面 去搜尋才看得到的 對啊 一直都覺得 這個社會很多事情 離自己非常的遠吧 一直到 318的事件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在我們公司旁邊 那看到的時候 會非常熱血 就覺得說 喔 有一個民主盛宴 就在旁邊 就是發生了 那自己是不是 也能夠來稍微 做一些事情 或是至少要參與 或是 就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 我跟那時候 有幾個夥伴 欸 可以只有方便 嗯 這是我們出此的 三個共同伴人 我跟阿德 跟書法三位 我們剛好是 中平貿易協會的 就是 工作同事 那於是每天 下班之後 沒事做就會一起 在我那個 立法院 就是坐在旁邊 一開始的時候 非常緊張 可是後來就 甚至可以拿出電腦 一邊做案子 對就是 很外圍 然後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總之就是 前面糟動 後面就會緊張一下 可是後來又會緩起下來 那從小到晚 其實看到那個 運動現場 內心有點像是 喜三溫暖的那種感覺 從早上 很多的運動團隊 或是 很多的學生團體 會非常高升級 過很多崇高的口號 或是 混迴服貌 保護民主 民主 在我們的想像裡面 就是一個 在出社會之前 在學校裡面 都會覺得 對 社會應該就是要公平的 要公義的 那要 協助有需要的人的 對 但是出了社會之後 好像不是這個樣 於是一群人 開始出來 高升級 很多不同的理念 跟口號 但是到了晚上 運動團體 逐漸的開始休息了 那氣氛稍微 反合了一點點之後 街頭上面 開始出現了另外一群人 那這群人 來到這個立法院的現場 那除了白狼之外的另外一群人 對 那 很有趣的事情是 早上的人是非常的 渴望一個非常崇高的理想 可是在晚上的這群人 所到立法院求的 其實就是一個最底線 最底線的活著 這件事情 對 包含到一些 檢委收的阿公阿嬤 看到這邊現場 有很多的物資 覺得說 喔 那個洗箱 可以檢去稍微變賣 然後換取一些現金 那就來到這個會場 那另外也有一些 以前我們說街友 現在會參文 無家者的大哥大姐 那看到說 很多人在發便當跟熱情 就覺得說 也許記得 下一餐可以在這邊長大 所以也聚集到這個地方來 那另外是 有一些看到 嗯 現場有很多熱血沸騰的青年 就覺得說 可以來這邊 跟這些青年 就是 都受一些商品的接賣症 可能在賣口香糖或是玉蘭花 那平常都是在 比較靠近捷運一點的地方 嗯 那看到這些人的時候 然後其實 嗯 就開始做了一些計畫 可是 就是通常在做計畫的時候 我記得 嗯 有時候被媒體採訪的時候 是不是有受到什麼感燒 或者是 忽然的 什麼感動的大事件 可是其實 嗯 剛才講述的這些人 一直都在我們的生活周遭 然後從來都沒有原因過 可是 嗯 嗯 不知為何的 好像 我們在這個街道上面 總有更重要的目的地 或是 有更 急需的事情 必須要被做 所以總會很快速的 穿過這些街頭 那就把一些遺憾 或是一些 嗯 心裡面感覺到 捨不得的事情 就遺留在 就是這條路上 我們常常看到這樣的景象 就是 每次在分享 你講到阿公阿嬤 講到街友 講到就是街賣者 其實大家 就是不用去形容那個樣子 大家心裡面都會浮現那個 你最近看到的那個人 對 可是 嗯 好像 只有在這個現場 可能就是剛好在立法院外 我一直坐著吧 就是坐了非常久 所以 也有非常長時間去觀察大家 不然的話 我們就是走過去了 那坐在這個地 坐在地上的時候 其實 是第一次用 坐在地板的 這樣的視角 一直去看著街上的人們 那時候才發現到 我們原來從下往上看 是這種感覺 原來就是 有人經過你站著的時候 你的 你是忽然會感覺到很壓迫 或是感覺到 嗯 有點不舒服的 等等的 那原來街上的人 其實一直都是 用這樣子的視角 在街上生活著 於是 嗯 我跟幾個夥伴開始去思考說 有沒有可能把 在這個運動裡面 得到的一點熱血 或者是一些我們想要做的事情 再延續到運動之後 有沒有事情是我們 30場生活裡面就可以做到的 那於是 就開始了我們的幾個計畫 首先 一開始在做的首康計畫 剛剛想法非常的簡單 就覺得說 欸 我們看到了街上有很多 有需要食物的人 就是街上的大哥大姐 那感覺大家好像很久沒有吃飯了 所以 那剛好就是 現在有很多的所謂的盛食嘛 原來立法院的會場有很多 過多的物資 或者是像 平常日常的市場 或是餐廳裡面 也有很多的 剩餘的食材 有沒有辦法我們去 把這些東西 共同的 就是收集之後 一起料理 然後再帶到街上去 都沒有需要的人 那時候心理的想法 非常的簡單 就是 喔 把多的東西給少了的人 對 就是 但是當我們第一次到 就是 這個會場去 那以外的一個地方 就是 工甲公園 這裡去分享物資 其實給我們造成 還蠻大的震撼 就是 第一件發現的事情就是 原來 呃 吳家者跟我們想像的 不太一樣 就心裡面總會有一種 就是 周星馳電影的那種 荼毒的 就是 蓋幫的樣子 你知道屁塊鋪 然後頭髮又很散亂 然後拿著拐杖 然後我就跟你說 要錢要命 就覺得那樣子 才自己也有 對 可是其實 在我們街上 就是在路上遇到的大哥大姐 其實很多人他是 如果他沒有把指板拿下來 他沒有坐在地上 你根本就不會發現 他其實是一位 就是吳家者 嗯 首先我們在就是 公園遇到的 第一個狀況是這樣 那 當我們再更走進一點 再多一點交談的時候 第二件事情 就發現到說 原來 街上的人最需要的東西 也不是食物 對 那原來 嗯 超過七成 就是有一位那個 呃 台大社工系的教授 就是每隔幾年 都有在做 遊民生活調查 那他就是 有調查出 其實台北市的吳家者 超過七成以上 是有工作的 對不對 那大家在有工作 就是可能 呃 大家通常都領日新啦 那領完日新之後 都會覺得要對自己好一點 就是去買自己喜歡吃的東西 或者是 嗯 其實看到的 就是 看到遊家者 大家心裡會想說 哦 我們要去貢獻熱血 然後要去 發便當給有需要的人 可是 那要發什麼東西呢 很多人心裡就會想說 那當然是 什麼雞腿便當 排骨便當 CP值最高 什麼菜都有 然後肉又很大 那大家應該餓很久了 這是最適合的 可是 就是其實街上非常多人 年紀很大 然後牙口很不好 沒有辦法去 就是 去吃比較硬的東西 或者是其實街上有很多人 是有 呃 糖尿病或高血壓 那在飲食上面 其實都 很害怕去攝取一些熱量過高 或是 太油太甜的東西 對 那就然我們心裡會覺得 最適合對方的 但對方其實 沒有辦法去接受這些東西 但是又非常的煩濫 大概 在紅甲公園 社工都會開玩笑說 你做一天大概可以吃到12餐吧 呵呵呵 就是 早上會就是 那個中西市早餐先來一輪 然後就是 不停的有什麼 呃 點心啊 麵包啊 午餐便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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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晚餐便當便當便當 就是一直都是便當 就是可以想像是 三餐都是便當的那種感覺 對啊 所以其實 呃 雖然街上的東西非常的多 但並不一定是完全貼合街上的人需要的 於是 呃 然後我們才退一步去反思說 那如果街上的人最需要 最需要你去食物的話是什麼 對 但後來就發現到 呃 一件事情 就其實是 原來我們在街上常常做分享的時候 很常聽到大哥大姐跟我們講的一句話就是 欸你是今天第一個跟我講話的人 對 其實 呃 我覺得那個感覺很難去形容 因為台北車展是一個人來人往非常多人的地方 然後又有這麼多人就其實就坐在黑白的就是 等車啊 或是一起就是聚會之類的 可是大哥大姐也在裡面 但是從來沒有一個人去跟對方說過話 或是他們也沒有就是 從來沒有融入任何一個群體裡面 很多人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 呃 在我們心裡面的想法就發現到說 如果 呃 其實社會上面的人們一直都跟瑜伽者距離這麼的遙遠 明明地理距離是這麼的近 可是心裡距離卻非常遙遠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一直都沒有辦法去真正理解對方的需求 那 只會把所謂的無家者 所謂的遊民 所謂的街友 視為一個問題 或是髒亂的象徵 所以 呃 十二方計畫到最後 其實食物的分享 就是 重點不在食物 而是分享 就是我們不只是去到街上 派發食物 而是坐在地上跟大哥大姐一起聊天 那其實也是為了要重建那些 我們曾經經歷過的事情 真的坐在地上 那 就是 呃 坐在這個就是 甚至是有時候你會被請到他們的房間 就是那個 厚紙板上面 你就是把鞋子坐掉之後 走到那個厚紙板上 你會感覺到說 原來就是 那個厚紙板還蠻有智慧的 就是要隔 要屋幾層 然後最底下要放抱紙 才能夠防潮 就是 你踩上去那個厚度 有點像榻榻米 你才會感覺到說 原來 這個真的是一個人 他的房間 他今天晚上 或是他以自己來落腳的地方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是用去重建 帶大家去看到 當時的那樣的感覺 所以 嗯 十二方計畫簡單 用一句話來講的話 就是 好好準備一頓飯 好好認識一群人 那 為什麼要好好準備一頓飯 其實是 就是如果你是去買東西的話 你不太有感 你就會覺得 噢我要做一件好事 大概五分鐘就可以拿到這個便當 然後就快速的送出去 就結束了 可是如果當今天你是花一整個下午 去準備一頓飯的話 其實你最期待的不是 我要來 就是 林北要來做好事了 而是 噢我真的好希望這個好棒的 就是自己做的餐點 在街上真的被一個人拿到 如果他需要就太好了 就是你自己抱著一個很期待分享的心情 那我們做的第二個計畫 叫做人參鋼媽店 其實他就是 嗯 另外一個非常常見的 就是街頭上的群體 對 叫做街賣者 嗯 不管是賣口香糖 玉蘭花 彩券 或是衛生紙等等 我們就常常看到這樣子的 陶貝在街上 可是 欸可以讓大家終極密碼猜一下 就是 我們現在開始有實習生跟工作夥伴 真的就是 推著街上的街賣者 常常看到有人在賣衛生紙之類 就推著大家到街上去買東西 在 中校 中校敦化吧 就是那個很大的 那個 法務公司實施入口 然後在推這個東西的時候 嗯 就是 從 一個路人面對面的 直接面對到你 然後到他 選定了 就是決定要買 然後選定了某一個東西 拿起來 然後把錢掏給對方 然後還有一些他要找錢 然後再擦身而過 就整個過程之中 就是整個消費過程 大概經歷的時間是多長 可以猜一下 一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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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少一點 可以少一點 真的嗎 再少 三十秒 對 三十秒 就是 就是一個 就是你在網拍手滑都沒有那麼滑 這樣子 對就是 瞬間拿起來 然後就付錢 然後就快速的就走了 你可以感覺到說 其實 根本就來不及好好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那所以 我們也開始去做了比較深入的討論說 為什麼 就是 其實你好像不是要去購買這個東西 那為什麼要去 為什麼要去買 那很多是為了希望能夠去支持 就是 街上的人很辛苦 希望他早點回去休息 那另外一部分就會覺得說 就是覺得 同情 對就是覺得說 就是感覺到 這些人好像 其實販售的不是賞品 而是某一種就是 同情行銷 所以 也許有些人他給了錢之後 他也不一定會拿東西就直接走 我們只要看到 賣魚欲染他的婆婆 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對 那所以 如果今天那個消費的時間 再多五秒 或是你只要多看街上的人 或是街上的販售東西 我覺得只要多五秒鐘 或是他多吸引你 就是跟他講兩句話 我覺得 那個互動會很不一樣 就不會有那麼多的都市傳說 你知道說什麼 啊這個人是詐騙集團 就是一下雨 他就從那個輪椅上面站起來就跑了 就是超長命的 或者是 我上次在那個牧澤 就是分享的時候 還有一個人就是跟我講說 我跟你說這些人 就是我媽媽跟我說這些人 他就是小時候 就是小朋友走散了 然後就被關到籠子裡面去 然後就會被養成 就是那個手腳 手腳會被扭曲 然後就會被帶到街上去賣東西 就是哇 這是好 好驚人的 就是各種的那個都市傳說都會出現 或是什麼 賣玉蘭花的婆婆賣一賣 就被冰刺車載走了 就是超常有這樣的都市場景 所以我們想要 更認識街頭像的人一點點 那其實在我們真的去做了認識跟了解之後 就發現到說原來街上的人 其實就是一群 想要有工作的人 對 大多數的人可能 也許自己是有一些補助 或者是一些就是 各種福利身份的 可是這些福利身份 其實並不等於可以去養活自己 或是支撐這個家庭 那但是 現在主流市場裡面 種種的限制 就像是小明 我們陶吉 他想要去 就是當打字員 其實非常的困難 因為他連公司的門都進不去 就公司也許在三樓 可是那個公司也許就是沒有電梯 那甚至進去電梯之後 那間公司也不一定有一個符合 他就是他的電動輪椅的 就是型號的無障礙空間 所以其實就是明明就有能力 因為小明是一個超酷的人 就是每次他都一直掛在網路上 然後跟我們回話的時候都回超快的 對啊 那明明就是一個就是 我覺得資訊或者是打字做做非常快速的人 可是卻沒有辦法去找到一份適合他的工作 就只是因為他的就是行動 就是物理上的行動受到了限制 於是很多人選擇了揭賣這份工作 因為在這個 在這個就是行業裡面 其實他有很多的自主性 你可以去選擇你要批發什麼東西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自己在什麼路段 然後我們就是夥伴講的一個很有趣 就是你也可以就是透過這樣子的非正式經濟 就是不用花錢就得到了就是黃金店面 就是也許就是在把握桌子前面啊 或是怎樣之類 就是經過那邊 然後但是就是可以用一個很移動的方式去收取方式 但是又可以就是在那裡就是吸收人員 對啊 但我們想要做這一次就是去找到更多有趣的商品 或是更多的議題 更了解街賣者的故事 然後補錄出來之後 讓街上的人不要那麼害怕另外一個人 對不只是我覺得不只是行人怕街賣者 其實街賣者有時候也非常害怕行人 因為前陣子就超多就是採券被搶 就等等的新聞 對啊 好 那其實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我不知道欸 一直以來街頭都是一個很快速我們走路經過的場景吧 就是我們都不會說我們要約在街上做某一個活動 而是我們要經過街頭 然後去某個間店或是去公司上下班 那但是有很多人其實他在24小時 或者是他的工作 他也許不做在街上 可是他大概加上工作通勤的時間 超過12個小時都在街頭 在一開始的時候 像是街賣者或者是像無家者 我們現在都喜歡就是 歷稱大家叫街頭上的生存者 那我覺得我自己比較 我自己對於無家者這一塊是非常非常有興趣的 那種感覺很特別 就是一開始在街上 那那一位就是 我覺得有一種那種展演 互相展演的感覺 就是我們一走進街上的大哥大姐 他們大概也被就是新聞媒體 或是被學生寫報告 就問反了 所以其實你一個走近的時候 他就知道你要問什麼了 他就會開始把他前面的五六十年慢慢跟你講 我小時候是從哪裡出生的 那為什麼我會在這個地方 我以前也是怎樣怎樣的 就是會把他那一段故事就直接的告訴你 就是每一個人幾乎都有這樣起手 我也是不願意的 我也是很可憐的 怎樣 就是我覺得就是那種 就是新聞媒體或之類的 很希望去捕捉到這些故事 那但是因為我們現在大概 一個月會到街上三次 大概持續了兩年多的時間 我覺得大家被問反了 就是故事都講完了 最多就給你六十年 就是你講完也沒有了吧 於是到後面開始其實就是閒聊 這個妹妹你就是念什麼科系啊 什麼不要念設計啊 現在考公務員 現在台灣都有公務員 台人有沒有怎樣之類之類 然後就從就是對你的一些就是指教 之後又開始去講他的生活 就是比方說像 我在有就是前陣子去年吧 台灣最冷的那幾天都還下雨 在下雪的那幾天 然後我就在街上就是接到那個暖暖包 也是街上的大哥給我的 他就說你這樣怎麼那麼冷 因為他知道我是南部人 他說南部人那很怕冷 然後他就把那個暖暖包都丟給我 然後就說沒有 就是你在街上比較冷 我等一下回房子 就是回房子裡面把門關起來 就不會就是 就不會著涼了 你要把這個東西留下來 可是他就很堅持說 其實他知道很多街頭生存智慧 就是包著那個雨衣 然後再套上那個就是黑色塑膠袋 就可以超級防風防雨 對等等的這種生活智慧 這時候才發現到說就是街上的人的眼神 在跟你聊天的時候逐漸的轉變 從一開始他知道你想要聽什麼 當然要表現出就是某一種樣子 那一直到閒聊的時候就變得很日常 就是喔我們現在在聊天的樣貌 可是到了就是一個新的樣子又出現 就是他發現他會你不會的時候 就是欸你想學我教你啊 就是有一種街頭老師傅的感覺 他就開始告訴你說 喔哪一間的便當很難吃 另外就有人捐過他說那一間千萬不要去嘛 或者是就是他要去 就是我覺得他說你都去哪裡洗澡 因為我那天就看到一個阿伯就披著毛巾 就是很爽 看起來就是看起來剛洗完澡 很爽快的走過來 然後我就說你去哪裡洗澡 他就說他在那個台北車站旁邊有個噴水池 那邊就是擦澡然後再洗衣服 就就非常的有趣 然後那時候才發現到說 其實我們一直以來認識無家者的樣貌 其實一開始真的是覺得這個社會真的是社會不公啊 然後怎麼會這麼虧待這一群就是社會很底層的人們 然後但是到我後面就發現說 其實如果我們只去看一位就是弱勢者的樣貌 我們很常常講一句話是 就以前啦我們很常說就是弱勢是流動的狀態 不是所謂的固定的族群 因為誰都不知道誰是下一個人 對啊 其實到後來我就發現到這句話需要有一個微調 就是弱勢感覺像是一個流轉的樣貌 其實他在這一邊他是弱勢的時候 可是當他轉身其實有另外一種他生存的堅韌的樣子 或者是我們剛才講說他就是無家者跟社會上面的人是很斷裂 可是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如果一個大姐他可以在街上就是過了一年兩年都沒有被驅趕的話 就代表他跟在地的社群其實是有非常隱形的就是各種連線的 就像是他跟執法人員應該是還蠻有默契的 所以就是警察來就是不會特別領檢他 因為已經領檢過很多次了 那顯然他跟附近的居民應該也保持了某種默契 就是他不會去打擾居民 居民也不會來打擾他 然後就是他們可以相安無事的在共同的場域裡面生活 或者是甚至我們認識很多無家者跟便利超商很熟 然後就是店員嘛沒關係啊 反正那也不是我的是老闆的 還是借熱水啊 或是把那個煮壞掉的關東煮就送給就是街上的人吃 然後街上有時候就坐在就是Seven那邊一直坐著 有時候也會幫他們看說那個人有沒有爬手之類的 就形成了一個很有趣的社群 那在這個時候我才就是忽然想到應該要來試著去寫看看 就是街上的人不一樣的另外一面 就是我們有一次遇到陳阿嬤 陳阿嬤是一個在台北台北車站南門的就是一個婆婆 有一次我們在分享食物的時候 那個阿嬤就跟一個分享者說了 就是喔Thank you 然後這個我們的參加者就大吃一驚說喔阿嬤講英文 那這個阿嬤其實陳阿嬤她就講了這句話 她就說我們也不是一出生就來這裡的 如果這個阿嬤她可能她七十幾歲 就代表她前面也過了七十幾年的歲月嘛 就跟非洲每六十秒就有一分鐘過去一樣 對那但是那前面的六十幾年的歲月是如何累積堆疊 然後一直到一個人到了街上 然後如何適應街頭等等等等 那我們都希望說能夠有一本小小的書 然後來記錄這些事情 因為其實從早到晚 大家也許非常多人會來回進出台北車站 也許會超過兩次到三次以上 可是其實在我們沒有看到的時候 在凌晨的時候 在深夜的時候 在正中午的時候 在大家上班上課的時候 其實都有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正在街上發生 然後街上的人們又遇到了不一樣的狀況 其實在我們沒有看到的時候 就很難去體會說 為什麼這個人會一直在街上 打個理方來說好了 假設早上八點我們去上班上課了 然後坐在公車上面 就看到一個 就看到陳阿嬤好了 陳阿嬤就躺在那個台北車站休息 那你這時候心裡面會有什麼感覺 就是啊 都八九點了 為什麼不起來好好的早份工作振作起來呢 那就是 心裡面抱著一些遺憾或是不滿 然後就去上班上課了 就是到了晚上的七八點好了 下班然後又回到同一個車站 就看到阿嬤還是繼續躺在這個地方 那心裡就覺得 你果然一整天都躺在這裡 就是 難怪就是沒有競爭力 難怪人家說 無家者就是 墮落自乾 就是 有少好險之類的 那但是到了 就是晚上的時候 然後你坐了車 然後又回到家 然後把房門關起來了 又過了一天 那就在你上班上課 就在你把房門關起來之後 一直到你隔天再次出門 其實街上發生那個事情的波動 是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們簡單的來介紹一下這本書好了 街頭生存指南的話 我們用一種就是 人家常常講的就是都市叢林 把都市比喻成是一種叢 是一個叢林 那但是如果都市是叢林的話 那其實我們又太常去強調那個所謂的競爭性 好像要夠競爭 夠有狼性 才能夠就是在這個社會上存活 可是一個叢林裡面 一定不只是只有競爭而已 合作 躲避 然後或者是採集 等等等等的技能 其實都是協助你活下去的方式 那街頭上的人也許 不管是自願 或是非自願的 都是用某一種方式 正在努力生存下去的 就 所以我們就用了生存生活 跟生態 就是三部曲來描述 有關於街上的人的生活 生存就是一定要活下去嘛 所以 食物 然後去哪裡喝水 然後去哪裡洗澡 然後以及晚上要睡在哪個地方 那就是生存要活下去 所必須要具備的項目 然後到第二個 第二部曲就是到了生活 就是活下去之後要繼續活著 所以我們開始就會去揭露說 大家其實在平常都有在做什麼樣的工作啊 或者是 最末年中了 就是 旺旺集團要發紅包了 為什麼他們會知道是什麼時候 然後在哪裡排隊 就是我每次都排不到之類的 那街上的人就是 很多人是沒有手機的 那要靠什麼方式來互通有無 或是得知到這個最新的資訊 如果大家有一天想要吃免費便當的話 上網Google免費便當 應該是找不到什麼資訊的 這種資訊應該是不會再出現在網路上 那街上的人到底是去哪裡知道 這些是些很有趣的訊息 那另外再放大去看一點 有關於生態 就是剛才所說的 一位無家者能夠生存在這個街頭 代表他跟周圍很多人是有所連結的 所以我們把周圍的人全部抓出來 也去訪問了一次 就是有關於像執法人員 像是秘密組織的夥伴 然後像是社會局的社工 然後還有傳說中的萬華人 對我覺得訪問萬華人的時候還蠻嗨的 因為就是你到PD上面去看 就是有關於無家者的相關訊息 就會留兩派在那邊互罵 他就說你們都不顧無家者的人權嗎 真的要把對方趕走嗎 然後另外一部分人說 那你有顧過就是萬華人的人權嗎 之類的 就是他們的地價就是因為怎樣怎樣 就各種在吵架的聲音 那我們真的就找到了萬華人 就是在地在做社照的夥伴 然後去聽聽他們是怎麼看待 就是這個從小到大 可能從很多人其實 我後來就發現說 就是好像有30歲這個區別吧 就是30歲的30幾歲的朋友 他們是說他們在小學國中的時候 其實宮甲公園好像不是有很多無家者的 對是一直到國中之後 然後那個時期開始有越來越多人聚集到這個地方來 對所以其實在這本書裡面 我們去記錄一些就是有關於萬華的小故事 那接下來就想要跟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就是如果有一天流浪了你會帶什麼東西 就是忽然無預警的有一天你就要流浪 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的話 對那三樣東西你一定會需要帶的你覺得會是什麼呢 欸你是不是玩過很多次了 你要不要來先講一下 沒有玩 欸上次 因為他有來參加過我們游擊食堂 你要分享一下嗎 紙箱嗎 紙箱為什麼 紙箱或報紙 就是可以找地方睡 睡覺就你的房 嗯 好第一個是幾下 然後雨衣 雨衣為什麼 就是如果下雨或是睡覺的時候 或是報紙大都可以用 喔喔喔喔 那第三個呢 恩 第三個 喔喔喔喔不錯不錯喔 對 那如果有參加過我們活動的參與者 就是非常的有那個 每一個回答都更有建設性 還有 分享一下 如果Full Run也流浪了 也不用想三個 我覺得 你第一個想到你覺得自己一定要帶的那個東西是什麼 手機電源線 手機電源線 我還可以算是一組的東西 那接上什麼地方可以找 為什麼要帶手機 所以要先帶手機 手機也算一個東西 我們可以把手機跟電源線放在一起 它可以當作一個組合這樣 打電話求救 打電話求救 喔喔 不錯不錯 在 其實這個答案非常非常棒 我想要晚一點的時候來就是分享這件事情 那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 我們在發想這個遊戲 它一開始是我們在帶石頭湯的時候破冰 讓大家先去想像街頭上的生活 那那時候我自己就是 在街上認識了大概 認識街上人大概一兩年的時間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 我自己是一個街頭生存王 所以我那時候 就去分享了我三個東西是什麼 第一個是政見 對 因為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零檢盤查 或者是一些 福利身份 就是要領紅包怎樣之類的 需要出示一些政見 那第一個是政見 那第二個是手機 手機 手機是因為要找工作 對 如果你找工作 就是你找工作 要通知錄取你的話 你沒有手機 你沒有辦法給他就是公共電話的那個號碼 對 你沒有辦法在那邊等 所以有手機是還蠻不錯的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是 就當你有手機的時候 旁邊的人會跟你借手機 對 你就可以變成這個街上的某一種街席份子 對就是喔 就是我是有手機的 然後大家後來跟你借 然後就是會 一起會貢獻一些什麼 小點心之類的給你這樣 嗯 那第三個我就覺得說 喔我不需要了 我只要帶兩個 我就可以再接上進貨 可是到後來就是 其實我的 就是那個想法是非常實際的 但是到了最後 就是我寫完這本書之後 我的答案就開始有點轉變了 對 就也可以到最後的時候 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 有關於就是 手機的話 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嗯 在在街頭上的就是 嗯 無家者的服務裡面 很多人就是想到手機 是為了要找工作 然後在我們玩遊戲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也會講到手機 那講到手機就是通常是 找朋友幫忙 對 可是街上很多人其實是 嗯 能夠 能夠幫忙的人 其實都已經找了一輪之後 或是已經跟家人已經幾乎是關係完全斷裂了 沒有辦法就是 再繼續聯絡 所以才來到街頭上 所以其實 打電話去求救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 嗯 有時候比較多求救的對象是 就是有社工而已 對啊 那也是讓我們就是 心裡面 就是覺得還蠻震驚的一件事情 不過最近開始 我覺得街上的資訊也開始 變得就是更電子化 就像是 我們最近那個 一個陶家徐大哥 他就開始 他用了智慧型手機 他一直寫說 那個沒有按鈕 我不知道怎麼按 可是後來他已經最近已經 申請了LINE 對啊 所以我們就開始 也開始用LINE來聯絡 就還蠻有趣的 那這個 這本書裡面的話 其實就是 十一住行等等的 基本需求 那在這裡的話 就想要跟大家 簡單的分享一下 不同章節裡面 我們所遇到的故事 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 在寫這本書 就覺得說 我們應該要寫得 有趣一點 惡搞一點 這樣子其實才會吸引大家 想要來 就是列奇的看一下 但是到後面的時候 其實又會想要把我們 還蠻明顯的意思形態 會想要傳達訊息給 就是透露給大家 所以在一開始的時候 嗯 你選哪一本 在一開始的時候 這本書裡面 其實會把一些 資訊跟資源 就是寫出來 然後還有一些那種 就是五星 五角圖的評比 然後會用一些很惡搞的文字 來敘述這些地方 然後後面會列出兩個 就是 嗯 使用者的心得 那這兩個使用者心得 還蠻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事情 是不完全使用這些資源的人 就是離家者 我們想要把更多 就是有在使用資源的人都找出來 其實 我覺得資源 如果它是公共的 是公開的 就應該能夠被共享 能夠被更多人平等的擁有 然後到了中間的時候 嗯 列出了幾個不同的資源點 跟評比之後 後面就會有一個 前輩Try Go 對 我們真的找到了 街頭的生存者們 那 他們用非常 就是 前輩的姿態 來教導我們說 他平常都是使用哪些資源 然後去評點這些資源之後 最後的再帶出他 為什麼現在必須要使用這些資源 後面的一些小小的故事 那 嗯 在之後又會有一個 延伸的議題 是有關於 嗯 比方說有關於免費食物 我想說的 其實是 那每一個章節 其實背後我們 想要講的議題都是 嗯 一些我們的反思吧 有一些我們已經找到了答案 並且開始 付出了一些行動 那有些 其實 在街頭上面 我現在遇到了許多事情 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完全的理解 對吧 就算是看到了 就算是 那個 邏輯通順了 但是 還是沒有辦法真的深刻的 感同身受 某一件事情 我也還在學習當中 對啊 所以裡面其實 嗯 也有很多我們自己的 販子 吧 我覺得 那有關於食物的章節裡面 其實 嗯 第一章我們訪問到了一個阿伯 他叫做阿仁伯 那阿仁伯他以前是一位 在那個 嗯 自助餐裡面的切菜手 他就是 號稱說自己 在以前 就是台北的 就是 自助餐的精華時期的時候 他是首 排行前五塊的切菜手 他說有一次他在 切就是外面切滷味的時候 就忽然有一群人就圍上來 然後就嚇到 就想說是 是 他們是討債公司還是什麼之類的嗎 就老闆娘就跟他說 不是他們是來看你切菜的 嗯 所以現在速度超快 你知道 那但是因為他後來就是 嗯 他一直都是在切菜這個崗位 所以他沒有進入到廚房裡面去學習 怎麼 風刃怎麼料理 他其實一直到現在都還蠻懊悔這件事情的 他說要是 但是那個時候他有進廚房學的話 也許現在就可以來做一些小的生意 就不用就是 嗯 現在就不會在街上了 那阿仁伯為什麼會來到街上 其實在那個時候 大概是六十幾歲的時候 他跟店家有起了一些衝突 那店家就在這個過程之中 就借故用 他的年紀太大了 不適合在廚房裡面 要是一滑倒就會出事情 對 用這樣子的理由去辭退了他 但是阿仁伯心也覺得說 可是我們已經就生懷絕跡啊 那我 就是這樣 對 沒錯 到哪裡應該都是可以勝任的 對對對 因為現在食物就是 台灣最多的就是餐廳嘛 對 他就覺得自己一定活的下去 可是當他到各個餐廳去應徵的時候 就發現到有一件事情 就是 所有餐廳竟然都是用同樣的理由 就是年紀太大了 就是這樣子的就是 呃原油 所以沒有辦法不用他 你知道 那在街上的時候 其實我常跟阿仁伯聊天 他就講說 我明明身體就很好 對 他就是那個洗完澡非常熟 就是大冬天也是洗冷睡一澡的阿伯 他就說 我明身體就很好 然後也從來沒有感冒 然後在街上其實 一直都有在做運動 對 就是會來回走路啊 或是就是 怎樣之類的健身 明明身體就很好 為什麼沒有人願意就是 雇用我 對 那就是因為 難道就是因為我 就是年紀太大的關係嗎 那 那其實在我們 在做食物湯的過程之中 其實也接觸到 非常多的食物 對 所謂的送食吧 他們的外表 看起來也許就是 長得有一點的歪斜 然後 或者是被放得有一點點久 等等的因素 不管是長得不好看 或者是 不符合現在市場 就是購買的需求 就會被丟掉 對 那我們把這些食物 接收了過來之後 其實 把它做成料理之後 感覺上是 沒有什麼樣的差別的 對 那甚至是 之後有時候再跟 就是 一些不同的 專業廚師聊天的時候 他們還會特別講到說 比方說在做某些料理的時候 他就是要選用非常 就是他要爛掉 很軟很軟的番茄 他才能夠做成 就是某一種特定的菜色 或是做出某種味道 但是在 現在的生活裡面 好像就是 必須要非常大 非常圓的番茄 才有可能就是 但是被購買掉 那於是長得比較醜一點 你就被丟掉了 那 年紀大一點的人 其實也被 就是 在這個過程之中 就像食物一樣 在很多的過程裡面 我們就發現到說 這個社會好像是 把人看成了勞動力 然後把食物看成了商品 那當這個人的生產力 或是他的外表 就在那麼光鮮亮麗的時候 就是如果是按照生產力 來做評斷的話 這樣子去淘汰人 雖然我們都會覺得很可惜 但是又 不得不去覺得說 這也是難免的 對 就是 總會有這種感覺 那或是食物 就是 沒辦法啦 我不知道吃了會不會肚子痛 我不知道這個東西 到底能不能吃 那丟掉比較保險吧 那其實我們對於人的態度 很多時候也是這個樣子的 那其實這張照片我內心就是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 前年我們在做無家者尾牙的時候 那時候就是跟 就是公民團體在聊天 就是發想出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們不只是希望讓 請街頭上的人吃飯 我們也想要請街頭上的人來做菜 那街上的人其實有很多人 是以前在餐廳裡面當過廚師的 那於是我們就把很多這樣子的大哥 重新找回來 那時候我內心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就是覺得說天啊 大家會不會在前一天的時候 忽然就覺得壓力很大 所以就不來了 然後已經做好 要打電話叫Pizza的準備了 就沒想到 在當天的時候 就是每個大哥都來了 對啊 然後就在小小的廚房裡面 煮出了兩三百人份的料理 那時候其實有記者朋友 就是看到說 聽說有請無家者來當廚師 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就特別來訪問 就走進來廚房的時候 就問我說 欸你們聽說今天有街友來當大廚 那誰是街友 所以其實轉過去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個畫面 其實你是分不太出來 到底誰是無家者的 那當然大家變成無家者的原因 白白種各式各樣 那也有很多人 他也有可能 就算是他有這個能力在生 但他現在也不適合 繼續待在廚房裡面的 對 那我覺得其實很可惜 那有沒有辦法有更多的方式 其實在裡面看到那個樣子 的時候我都會覺得 嗯 這個舞台也許不是每天都有 可是如果 嗯 我們不斷努力的去建立 不一樣的舞台的話 就有各式各樣的人 可以重新的站上去 我覺得哪怕只是 發光發亮一下 就是產生的連結 或是被記住的事情 或是 嗯 他記住了什麼事情 我覺得那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像是 嗯 其實這張照片裡面 四位大哥 就是我一直都跟其公的三位 有保持著聯絡 然後後來有一些 可以互相幫忙的地方 對就是真的是互相幫忙 就是 那而且比較多的時候 是他們幫我 對啊 就是像在街上的一些智慧 這樣之類的 那通常就是 嗯 大哥他們都會很奇怪 就是要訪問的時候 就會說啊 那你的採訪費咧 對 可是 這些大哥其實從來都沒有跟我要過採訪費 所以我就說 就是他們甚至連要都沒有要 對啊 就是說 好啦 我教你 然後就是跟我講很多這樣的事情 那來到了工作好了 那 超過七成以上的無家者有工作 可是其實 嗯 許多人的工作的工作選擇並不多 那我們在很多次 就是講座裡面分享的時候 嗯 就會有很多人去提議說 對啊 那應該要去找一份 嗯 更 更 就是可以領更多薪水 或是更穩定的 或是更有升遷的管道的 這樣子的工作 你知道嗎 那去上等 現在目前在做的工作 其實礙於身體的狀況 或是精神的狀況 或者是 嗯 那個 要怎麼講 個性 性格 因為在街上很久 其實有時候你的個性是非常的 沒有辦法信任人的 你要跟人建立關係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那 種種的因素 所以導致能夠做的工作其實就是 嗯 非典型就業 就是所謂的臨時工 嗯 發海報 然後 呃 舉陣頭 就是廟會的時候的陣頭 然後還有 舉牌 嗯 做出工 等等等等的 這種領日性的工作 那 那 我那時候在跟 就是因為剛好 很多人還會 會選擇做出工啦 因為做出工的薪水比較高 一天大概 有一千二左右吧 那 一般的就是 日領的其他工作 大概就是在五百塊到八百塊幾間 所以出工算是還蠻勇我的 那時候我就跟 做工的人呢 做者就是立心在聊天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欸 我有很多的大哥聽說都會到工地去工作 他說 喔 對我記得 然後 他就說 可是其實工地 不太會去喜歡 就是 雇用領日性的人 對 因為其實工地就是一群人的工作嘛 所以如果 今天有人少來了 那另外其他的人 就要負擔就是 那個人的工作 那領日性其實又是一個 很不穩定的象徵 因為你也知道他領了之後 他明天會不會來 所以你沒有辦法確定這個事情 那 另外他有提到一個是 呃 在工地裡面有分為兩種工 那一種是 從 以前 年輕的時候 就來當學徒的 大概是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那一路的從 那個 學徒 然後慢慢的做上去 能夠做到正職 然後師父 然後到最後可以去 包一個小工班 然後做工程 等等等等 就一路的升上去 然後 有另外一種在工地上的人是 大概 入行的年紀是四五十歲 對 但是四五十歲進去 就是你可以很明顯的知道說 他們在過去不是做這樣子的工作 很多是 是什麼 是印刷 然後是做家具修繕 做木工 等等等等 然後因為後來的生意做不下去了 或是被 就是 呃 被離職了 等等的原因 所以必須要轉換跑道 那進入 進入工地裡面其實能夠做的事情不多 因為你沒有從以前練習技術來 所以能夠做的其實就是 然後掃地啊 或是去搬你 搬重物等等的 那樣子 其實 在工地裡面也不會去教導你 就是 更多有關於技術的事情 所以你要升遷很困難 對啊 那鏡頭上其實就是面臨到我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 嗯 有時候 就是我們會去抱怨說 就是 啊我只是為了 因為工作 為了工作而工作 就是這句話聽起來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對啊 就是 天啊就是又要為了工作而工作 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為什麼要工作 比較好 可是 就是 在我們認識的立端 一個叫立端阿伯的人 他講的這句 我想為了工作而好好工作 那其實 對他而言 他的期待是 他是一個就是現在 因為半邊重風 所以 沒有辦法就是去外面求職 然後就是現在住在教會的一個演員 對 那對他來講 其實 只要有一份工作 讓他能夠持續的去做 然後 最好是 還能夠有更多 更多人 多一點的接觸 讓他知道自己持續在運作著 對啊 那樣子就 對他而言是心滿意足的了 所以 嗯 其實我們做的另外一個 因為做的另外一個計畫 人生干嘛點 所以認識了阿伯 他才跟我們講這句話 那也帶出了很多 我覺得是看到了不一樣的價值觀的方法 例如說 像 嗯 一開始立端阿伯在進貨的時候 我們就很擔心 他就跟我們說 他自己賺到錢以後 他都就是 不會存錢 他說他不存錢 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天阿那 他是把錢花到哪裡了 是不是去賭博了 還是去喝酒了 我就覺得超級緊張 原本一個思想 對爺爺會不會有了錢之後 反而就墮落了呢 對 我們那時候就想了超多 然後就 找了實習生說 你就跟著爺爺賣東西 你去看爺爺把錢花去哪裡了 對啊 然後結果 後來有一天實習生就很緊張的 打電話給我說 欸高雄我知道就是爺爺把錢花到哪邊了 然後我就說 是在哪裡呢 後來才發現到 就是 呃 立端爺爺他每次只要 就是 賺到了任何多一點的錢 或是在路上撿到錢 只要有錢的時候 他就會把錢全部都 就是集合起來 然後丟到教會的募款箱裡面 對 那時候其實 我那時候非常非常的緊張 就是抱著一個非常主流的 就是爺爺你要賺起來啊 的這樣子的心情 就是 去跟爺爺說 說教 對 爺爺你真的要把錢存起來 因為你存錢之後 你才能夠 過你自己喜歡過的生活 就是買你喜歡吃的東西啊 或是你 常常有時候他會身體不舒服 然後需要買一些止痛藥 或是 要去醫院去做檢查等等 都需要花到錢 我就跟他講說 你要把錢存下來 這樣子你才能夠 就是 過理想的生活 脫離就是 所謂的 貧窮線等等的 就是這樣子的 就是方法 可是爺爺就跟我講說 他其實在人生最鼓底最鼓底的時候 就是 被教會救起來的 因為有教會供養他 就是讓他有地方睡覺 有地方吃飯 所以他才不用流落到街頭 因為他現在的身體狀況 如果到街上的話 應該會以下摔落很多 所以他非常非常感謝的 希望 不管有任何的收入 都想要回饋給教會 那我事後其實 回到家一直在回想 爺爺講的話 就是 就是 跟對照我原本的心情 那就在想說 嗯 我一直叫爺爺說 要把錢存起來 可是 到底要存多少錢 才有辦法 讓爺爺回歸到 所謂的 正常的生活 對啊 那又或者是 嗯 其實我們自己 對 也許是抱著某一種理想 也有儲蓄 也有這樣子的 就是 希望 可是對於爺爺來講呢 對啊 我們儲蓄是為了什麼 為了明天吧 對啊 應該不是為了今天吧 因為今天已經存進去了 這樣 嗯 希望給自己的未來 或是 未來的 家人 家族 整整的 有更好的 就是生活樣台 可是對於一個 跟家裡面的人 完全脫離的 就是一個 孤單的身影來講 那個期待在哪裡 嗯 其實 嗯 在 在爺爺的生命裡面 他看見了一些事情之後 我覺得 嗯 有時候不儲蓄 就是 反而是另外一種 智慧吧 我在想 還沒有辦法非常深刻的 去參考這件事情 只能夠 隱隱的去 想像這件事 就像是 另外一件事 在街頭上面 就是在猛甲公園 其實有一個 就是晚上八 就是 大家在猛甲公園 很常會領到便當 可是到了 晚上九點多的時候 就會忽然出現 別種東西 像是 飲料啊 麵包啊 煙啊 酒啊 檳榔啊 就忽然就出現在街上 那因為很少是 就是人家送的 然後你就會想說 欸怎麼會忽然出現 很多樣性的 而且大家拿了會很開心的東西 那是什麼 就發現原來是 早上做工的人 下班回來 然後就請客了 就開始一陣大布施 就是 就是送煙送酒 就一直拿了 超多的飲料跟煙的 就是一大堆 然後我就 我就心裡也想說 為什麼這些人 不把錢存起來 要這樣子去就是 就是 花大錢 然後表現出自己是大別的樣子 可是其實更 更久一點去看到 就是 街上請客的 才發現這是一種文化 就是有一種 我今天賺到錢了 我請你 那下次 因為其實工作很不穩定 我不確定我會不會遇到什麼事情 或是 我不確定我自己 還有沒有辦法賺到錢 那明天如果你有工作的話 也希望你可以就是 加會給 就是周圍的人 包含我父親 對 那在街上有一個文化的 這樣的請客文化 有一個暱稱叫做 就是Sakura 就是冰花 就是寶可夢 散出來的冰花 真的就是像這個樣子 你散出來之後 你不知道會給誰 可是 總之 第一個就是 花錢心情爽 第二個就是 反正我存不起來 那 就是送給別人 然後有時候其實會 在下一次的時候 反饋給自己 對 那這張照片 還蠻值得 大家來猜猜看 就是我們在街上認識的 一位大哥 可以猜看看他媽在做什麼工作 就是他的行事例 就是 12月25號 喔 街頭尾牙 對 然後 12月28號 清大 11點 然後12月9號 29號是又跑去高雄 然後接下來 1月又跑去澎湖 然後 1月2號 跑到花蓮 對 所以你猜一看 他的工作在做什麼 這是他的工作行事例 他在做鎮頭 對 很妙 所以他就記錄了 他有分國力跟農業 嗯 他記錄了就是 台灣全 就是全台灣各 各廟的那個 就是廟會時間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就是有一天他就給我看這個 然後剛好下一天 他跟我說 他明天就要去小琉球 他說你要怎麼去小琉球 他就說 喔 你要坐火車 然後坐到高雄之後 然後再轉一個客運 然後再搭船 然後到小琉球去 因為那邊有個廟會 那我就 欸 可是大哥你這樣子 就是 賺的錢有辦法去附和你的那個 就是 車資嗎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對啊 你看賺錢真的很難 對 可是他還是堅持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 他就是一直 就我也很常在各個廟會 一直就看到他在 就是 做那個 就是鎮峰 對啊 為什麼他倒的事 喔那個我們剛好拍的 他的辦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一般會拍 喔 我剛才一直 對對對 你就說應該是這樣子排下來 這跟他的思路有一個關係 欸 真的欸 我也覺得好妙喔 他會不會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想 遠遠的一直想過 一路 喔就是排下來 對 其實我覺得 我下次遇到他問看看 你就好對 對啊 欸真的我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他只站你倒上去 好好玩喔 這是街上的很多神奇的小故事 那為了要寫這本書 那我就 也去想辦法 除了 每一個地方 就是這裡每一個彩點 除了工作以外 其實我都 就是都有做過 工作只有做過幾項 因為工作真的很難找 對 街上真的很難找工作 然後包含到時候在 教會 就是一起 就聽傳道 然後領餐 然後去公園 洗澡 然後等等等等之類的 那到終於我覺得 要來到這一天了 就是如果真的要寫這本書 如果你沒有在街上睡過的話 怎麼敢說 你寫了街頭生存指南呢 所以 我就真的去參加了 就是 所謂的流浪生活體驗 對 那在今年年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會跟 剛才一起合辦這個活動 對 因為覺得這個活動才會太有趣了 很適合推廣 這樣 那 那時候在生活體驗影的時候 除了為了寫這本書 我心裡面一直抱持一個好奇感 就是 其實我認識街上還蠻多的朋友 對 可是我從來都不知道 就是我們晚上吃過飯 然後說過再見之後 隔天 就是在隔天我們再次見到面的 這一段時間裡面 街上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所以我想要更貼近街上的 就是我的朋友的視角 所以就是 來到了猛甲公園 那原本當天 嗯 其實我們原本應該是要睡在 一個商圈的棋樓下面 可是就遇到巡守隊被驅趕 嗯 那時候他就 就是跟我們講說 小姐 不好意思 你要休息的話 你可以去那個 呃 你可以去公園 他就跟我講猛甲公園 可是那時候社工跟 就是 我們的 有一位流浪導師 他聽到公園的時候 他們超緊張的 因為就是說 女生在公園很不安全 而且公園就是 可能會鬧事怎樣怎樣之類的 那 那個老師跟他講說 可是他們是女生 他們就是 他們只是大學生想要體驗 就是流浪的生活 就 他們又 用了同樣很禮貌 但是更大聲的音量 說 不好意思 如果你真的要體驗的話 你可以去公園 對吧 然後那個老師又再堅持了一次 就說 可是他們是女生到公園 真的很危險 然後這時候就有一個 就是阿姨 他就跟那個 我們老師講說 如果就是 你要體驗流浪就是這樣 就是要冒著這個風險 對 那個巡守員 對 原本那種 就是這樣聽起來 好像巡守員是一群就是 標形大漢 可是其實 那個商圈的巡守員 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社區裡面的人 有阿伯阿 阿公阿 阿姨阿 然後牽著孫女 就是有一個五歲的小女生 都在裡面 就是 其實在那個當下 在地上的時候 我 我心裡面是 也是 對 是我自己要體驗的 所以 也許我應該要承擔這樣的風險 就我那時候真的 有一點點接受了 就是這樣的想法 去做在地上的時候 可是你事後 其實你內心裡面 會有一種 非常不 就是 覺得說為什麼是這樣子 難道在街上的人 就 就是 受到傷害 或是就是 被侵害就是一個 很應該很理所當然 自己必須要負責的事情嗎 那我自己也許是 我想要來體驗 可是 其他很多人他是 不是自願的 對 但是到街上的時候 好像這就是他們應該要承擔的風險 對 所以 我不知道 那天我的心情還蠻複雜的 可是 在看到 就是 街上的群手員其實是 這樣子的組成的時候 其實我又有一種 就是 嗯 這些人很近啊 就是 平常我應該是 跟這一群 就是 現在對立著我們的這一群人更近的 可是 在那個視角裡面的時候 只要我坐在地上 我就被排除掉了 嗯 就算是 老師 把我們塑造成一個就是 無辜的女性大學生 但是我們的人被排除掉了 嗯 對 就 因為我們選擇了一個 看起來好像是 不應該被選擇的選擇 這個地點是 什麼樣的地點 為什麼 看起來會在 噢 那個地點是在 萬華周圍的一個商圈 對 那那個商圈最近的話 其實一直都有在 呃 說要復興觀光這件事情 所以會 加強那邊的巡邏 希望能夠 呃 把街友距離 然後還給這個商圈一個 友善乾淨 觀光客喜歡來的 就是一個環境 但是這件事情很有趣 因為我們在隔天的時候 就剛好遇到了 這個商圈裡面的另外一個大哥 然後這個大哥 跟這群巡守員的態度完全相反 他是一個在社會局裡面 當志工的大哥 那他就跟我講 講說一件事情 就是 我就跟他講說 我們昨天被驅離等等的事 就他就跟我說 嗯 其實他以前也是在這個商 他退休了 他以前也是在這個商圈裡面 就是做生意的 那其實內心非常的清楚說 這個商圈之所以會慢慢的 就是 呃 人潮變少了 並不是因為無家者的關係 而是 這個產業正在轉移 就是更熱鬧的地方 我一直很努力的 不要講出那個 也是 這個產業正在外移 然後這個地方 其實 會默默是 就是 不管是政策也好 或是 這個時代的潮流也好 總之不是因為 無家者進入的關係 無家者是在 當人變少的時候 才發現說 這個地方 可以就是 也許可以就是 稍微翻角一下 嗯 對 所以 同樣一個商圈裡面 同樣在做生意的 其實也有人是 報紙的另外一種感官 對啊 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對啊 那我們那天其實 當天晚上睡公園的時候 然後 所以你們後來還是回去 母養公園的時候 對 然後我就 就一直非常緊張 因為大家都把母養公園 形容成一個非常危險的地方 然後到最後 就是 就是我那天整天就是 完全是抓著我的背包 然後就是 每半個小時 就會醒來一次 我就非常緊張 因為就是他們都說 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當天晚上 確實是有發生一些 就是 喝酒打架的狀況 可是就是 就是好險沒有就是 撥及到我們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很安全的 度過了一個晚上 那很有趣的事情是 當我隔天 要去 就是 就是 老師還是覺得 不應該睡在公園裡面 太危險了 所以我們隔天還是選擇 另外一個地方的棋 的棋樓 那 我剛好遇到阿美 阿美是一個我認識的阿姨 然後我就想說 阿美也是女生 所以我就去問她 就是她就跟我聊天 她就說 欸你今天不睡這裡喔 我說對啊 我今天要睡外面 然後就 他就是 這樣子 就是表情還蠻微妙的 然後就進一步問她說 欸阿美 你會睡在這個公園 因為她睡在公園 兩三年了 就是兩三年以上 然後她說 你睡在公園會擔心嗎 就是 一個女生會不會害怕 然後她就說 為什麼會害怕 她說 睡在外面 才比較危險 就對公園裡面的人來講 他們反而認為 就是 脫離了這個群體 在外面一個人 是更危險的 但是其實 確實也是這個樣子 在街上 呃 無家者被攻擊 被侵害等等的 就是 的事件 其實是比呃 無家者去侵害人 還要多 非常非常非常多 可是在新聞裡面 其實呈現的都是 對於另外一個視角 也是讓我 就是她那時候跟我講的句話說 公園外面很危險的時候 就是 也是讓我重慶的去顛覆 一些就是不一樣的想像 因為可能就連 直接的工作者 都認為說 就是 公園是比較危險的 嗯 而且我覺得其實 當你在講清楚 對我覺得那一群人 就很危險了 就是會說出這樣子的話 對 其實感覺有點 他們的口氣非常靈敏 就是請你到另外一個地方睡 可是聲音非常的大 完全沒有要跟你 就是 溝通 對啊我覺得 那時候也覺得蠻神奇的 然後 然後 對我想要講一下工作 就是 我們那時候留到體驗的時候 要做工作 然後就覺得說 就是 我們原本預期是在 凌晨六點的時候去排隊 拍點工 因為通常點工都是從 七點開始點 就是 我今天要三十個人來去拍 然後就是 三十個人會就是 呃被點完之後 剩下的人就沒工作了 所以通常大家如果是 七點開始點工的話 就會從六點半開始 然後覺得不行 我們要更上進 我們六點就要去排 所以我們六點就去排隊 結果就是因為我們太適合了 就是菜鳥 一看就知道就是 沒有睡這個公園多久 所以一下就被排除掉了 所以就沒有工作 然後那個我就覺得說 所以我們老師 我就看著我們老師說 欸今天沒有 沒有排可以舉了怎麼辦 他就我說 他就開碗球 那你要不要去乞討 我說不行 我好手好腳 我一定要去做一份正正當當的工作 然後我還這樣跟他講 然後我就說 他就問我說那你想要做什麼 我就想了一下 就現在任何工作 就是早上八點而已吧 那個時候我就是公園裡面所有認識的人 我都問了一圈 就是什麼 你們有沒有什麼洗碗啊 出工啊 什麼工作我都做 就是希望有人給我一份工作 然後就是那個公園裡面我認識的大哥大姐 他們也幫我打電話去問 那就是 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臨時性的工作 在早上七點以前就決定了 嗯 對 所以你在早上七點以前沒有工作的話 其實你們一整天就是 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那就算 很多人會勉強的看一下那個 就是報紙的求職版 但其實也知道 就是那樣子的工作 你就是還要等 然後還要聯絡 那都是非常麻煩的 很少人可以真的應徵到裡面的工作 對啊 所以 在我自己在做的時候 我就想說 來撿回收好了 對 我就想說 好手好腳撿回收 結果我們老師一聽到 就是撿回收 他就說我要睡覺了 就是你們自己去撿 然後我就說 蛤 然後我那時候心裡面的感覺就是 你看看你 就是不努力工作 就像我們這種努力拆 就是好青年 對我那時候還有這種想法 結果就跟我的伙伴去撿了 就是 一整天的回收 結果可以讓大家猜猜看 我們還撿 就是我們還去借了手推車 然後還剛好路過全國電子 賣掉冰箱 然後我們就那種很厚的那種紙箱 就整個一天 有可以讓大家猜猜問 一天就是賺了多少錢 兩個人 兩個人一起結500塊 好 再少很多 60塊 對 欸不錯還蠻準的 我們就只要68塊 對 你看我們老師那個UCCU的那個表情 對啊 那時候其實才忽然體會到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我們老師說要去睡覺 因為就是如果你只要醒著 你就會動 你動了你就會餓 你餓了你就要必須得花錢 對所以其實很多人睡在街上 或者是就坐在那邊發呆 那個理由其實就是因為沒有辦法花錢 減少那個 對 真的是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後來就我們就很悲傷的 就68塊也沒有辦法買什麼東西 然後就肚子餓了 老師就問我說 那我們要不要去摩甲公園等便當好了 然後我說 好 然後我們就真的去那邊等 然後就真的是有拿到錢 就等到 真的有等到很多東西 對啊 我也覺得其實那時候才忽然能夠去理解 原來某一種樣貌 所以雖然我們就是 比方說就是 沒有工作就會花錢 然後花錢就會就是怎樣 所以不動其實才是一個省錢的怎樣怎樣的內容 就是這些道理好像聽起來都是好像順理成章的 可是其實你那時候實際去體驗的時候 你就覺得 天啊 真的是 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我覺得 這個痛苦就是來自於無聊 對 那時候在講無聊 就是我們平常也會講說很無聊 可是那種無聊是 我不知道可以來做什麼事情 但是街頭上的無聊是 我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就是 你坐在 坐著 就是你想要去什麼 呃 買個茶 買杯茶 或是你想要去 就是 吃個東西啊 打個網咖 什麼這些 完全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因為做任何事情其實就是建立在消費之上 對 所以你能夠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 你就發現到公園裡面有另外一個風貌 就是你在做一件特別的事情的時候 或者是你沒有在做特別的事情 你兩個人如果開始猜拳的時候 就是你兩個人到公園裡面猜拳 接下來就有一大群人圍著看你們猜拳 因為這個太無聊了 然後就是 看看就是 有東西可以看了 就勉強看一下 然後怎樣之類 就是 在某小公園 真的是很多這樣子的人 而且 另外一種就是 其實很多在某小公園的人 也不是無家者 就是很多是 年紀很大的阿公阿嬤 我甚至有問到 就是從山蟲從哪裡 就特別 一大早就坐火車 就是坐公車 就是來到這個地方 特別坐一整天 就是看著這裡的人 那時候就覺得說 為什麼要特別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才發現到說 原來很多人 他們可能 因為都市更新 然後住到大樓裡面 或者是 跟著家人 就是住在了一個新的地方 所以他以前的在地的 認識的社群跟連結都不在 或者是 他可能租到了一個新的地方的時候 他一整天就是在家裡面看電視 那種與世隔絕的這種感覺 其實 就是 倒不如讓他們去決定說 那他就是一整天 就是來公園裡面 有些人可以講話 然後有些東西可以看之類的 所以 有時候就覺得說 你真的要把這個公園的人 全部剷除掉 那其實另外一種樣貌 就是把大家都感到了 更 四散的角落 這樣子的問題 人 孤單的 疏離的 絕望的 沒有工作的 就是種種的樣貌的問題 其實都存在 可是 嗯 這不是一個就是公園被 變成百貨公司之後 可以解決的 嗯 對啊 然後像是 我們剛才講到的那個社群 就是很有趣 就是那個暖暖包 30入30入全新未拆封的暖暖包 對啊 然後就 送給了我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個可能是 接上一個隨機的狀況吧 因為我們 我跟這個大哥還蠻熟 所以他送我 那可能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子 可是過了不久之後 我們在街上 收到了 超美 對 這是阿伯的直箱 他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就是我們就送了那個 濃湯跟麵包 他就一直誇獎說 我們的濃湯做得很好喝 對 我們去修飾台北車站 就是公園主持裡面 做得最好的 對啊 有最好吃的 對啊 但他就很開心 一直跟我們說謝謝 然後我們就說不用不用 就是我們這個東西都是用 我們從菜市場找到免費的東西 一起做的 然後跟大家一起喝 然後就是在吃飯聊天的過程之中 他就忽然講到說 帶我來拿一些東西請你們好了 結果他就去旁邊的水果攤 就帶回來一大堆水果 草莓啊 甜瓜 然後鳳梨等等的 你就發現說其實他根本就有錢 去買自己 要吃的東西 對啊 但是他那種感謝的心情 不是你今天想了我一餐 而是 你有這個東西你想要跟我一起分享 而且你分享完之後你坐下來 對啊 那就是我們就一起在就是台北車站 非常引人側目的 就是吃著水果 然後就坐在地上聊天 就是我覺得那天 那個晚上其實非常非常的特別 那最後 對 那這是一張我非常喜歡的照片 這是徐大哥 徐大哥是我們的前陶家 他現在已經沒有在做解買了 那在以前的時候 他 他之前因為身體就是非常的健壯 所以就做了好一陣子的初工 可是後來有一陣子大概是就是跟工地人吵架 所以有一陣子就沒有去做工了 然後再加上感冒 就沒有辦法做任何的工作 結果在一次的街頭尾牙的時候 就聽到我們就是在宣傳就是有關於解賣的工作 他想說來試看看好了 然後就後來就真的賣得超好 就變成我們的就是超強的就是強力的陶家這樣 那當了一陣子之後 他現在就是又找到了另外一份 我覺得收入更穩定 然後就是待遇更好的工作吧 就是對他就是對他來講更適合他 就是在那個果菜市場當就是卸貨工人 那果菜市場就是因為那個徐大哥跟我才知道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規矩 就是你在搬運這些果菜的時候 如果就是比方說高麗菜啊或是水果掉到地上的話 你不能再撿起來 就是這個東西因為可能就是不符合規定等等的 所以他們就是把這個東西留下來 然後其他東西就是把它就是繼續送走送過這樣 所以這些果菜就是在徐大哥看到他覺得非常的可惜 因為他就是一路的從土地長出來 然後被運送就是從就是將來平原 一路的就是送到了這裡就是送到了台北 然後第一果菜市場 那竟然就是在這個時候被丟掉了 真的好可惜喔 所以他就把這些東西就是收集起來之後 就是每隔幾天就會送我們這些菜 那有一次剛好他來送菜的時候 就是看到我們也在做就是石頭湯的料理 然後就一時興起就也加入了我們的就是行列這樣 那時候其實看到這張畫面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各式各樣的性別 然後年齡 然後不一樣的人們 就在一個空間裡面 做著一個非常簡單的就是切菜跟洗菜這樣子的動作 你會發現說就其實在那個過程之中非常的吸引人 就是沒有什麼差別性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大家還蠻開心的 就是徐大哥 他其實還蠻喜歡就是跟大家聊天的 那也許在就是做工的過程之中 其實比較少跟人對話 所以他非常常跑來找我們 那另外一個想要分享有關於徐大哥的故事 其實前陣子就是某傳媒就是看到了就是 接受生存存的這本書之後就很想要訪問徐大哥 所以那個時候就我們就幫他拗了一些訪問費 然後就讓就是然後徐大哥就接受採訪 就在他在採訪的時候他就跟我講說他會緊張 然後聽來裡面就超會講的 但是就是他在就是他就說他緊張呢 我想那我去陪他好了 所以我就在旁邊用我的電腦 對就是一邊打電腦一邊聽他被訪談 那訪談完之後他拿到採訪費 第一件事情就跟我說走我請你吃飯 對所以其實我從來沒有請徐大哥吃過飯 然後反而是我們的第一次兩個人一起吃飯 是徐大哥請我們一起吃飯 那吃完飯之後 我們就跟他那邊出去吃宿 然後我們就去吃了素食 吃完以後他就問我說我要怎麼回去 我說你們應該是搭公車吧 他就說那我教你 他那一代就是南基場萬華那一代他很熟 所以他就帶我去坐公車 然後陪我等公車 一直到我走上了公車的時候 就是公車開走了 然後我在公車裡面跟他揮手 然後他才騎著他的腳踏車離開 對 那實際上我覺得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就覺得 徐大哥看起來是一個就是有點可怕的人 就是一個看起來羞羞的阿伯 對可是其實他就是一個就是認識久了 你才發現說他其實有很多他有趣的地方 或者是他的固執 他是個個性非常固執的人 就是你叫他多穿一點衣服 他就脫一點衣服的那樣的那種 對就是 可是就是也許就是這樣子的固執 所以一直讓他到現在都還堅持著 保持著他自己原本的樣子 他有很多的堅持啊 包含到說他 呃 有些人也許會說他就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怎麼固執才會變成無家者的 可是其實也有人 固執了五六年六七年之後拿到奧斯卡 就是導演獎 對啊 所以在我想法裡面我覺得很多人 就是擁有的也許不是有點缺點 就是不一樣的特質 那那許大哥身上其實也許他在很多面向也不一定是我們自己喜歡的 那他在以前過往的家庭裡面其實也是脫落出來的 他跟老婆離婚了 然後跟女兒的關係並不好 那就是 但是他常常講一句話就是他把我們當作是他的就是乾兒子乾女兒 那也許沒有這麼的 仍然沒有像血清這麼的就是直接貼近的相處 沒有辦法讓我們感受到那個背後也許有很多的 呃 不一樣的樣貌 可是我覺得徐大哥在街頭上面的這個過程裡面就是 在很多時候我都覺得街上的人 呃 是在重新學習的 對啊 就像徐大哥他以前就說他是一個喜歡自由不喜歡就是交朋友的人 可是跟我們交了朋友之後 又是在另外一個學習跟人交往的過程 那像 嗯 另外一位讓我印象很深的大哥 叫賈西亞 他是盲場心的那個真人圖書館的講員 他在一開始的時候都跟我們講說 他很幸運沒有在街上發生什麼樣的意外 就是平平順順的 可是後來當他在講他的故事的時候 他又在街上被騙遣 又被搶劫 然後又受傷 然後又住院了幾天幾天之類的 就是其實他發生了超多就是 非常就是各種波折的狀況 可是對他來講他就說 我人生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很幸運 對啊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 重新去學習到 或是重新去 進入到一個孤地 就是潛入到孤地 潛入到水底 然後再次去看到很多樣貌的時候 就是 在那個裂縫之中看到了 重新的 就是 微光透露的樣貌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非常非常特別 就是 也許 很多人會說 就是現在不是有很多什麼 Fuck up night 就是搞砸之夜 就是像失敗者學習 可是其實 就是我們都不知道 像失敗者學習什麼 學習那個 面對失敗的勇敢嗎 面對那個進取的精神嗎 可是其實 在無家者身上 我們真的看到的那一種 就是你曾經跌倒 然後你現在 也許你還沒有站起來 你還在爬 可是你沒有完全的倒下去 的樣子 那當然有人倒了 倒了很久 我覺得那其實 非常可惜 因為在很多的機會裡面的時候 其實都能夠被承接住的 也許在還沒有 跌得這麼深的時候 有更多的人去承接住 而不是只有 現在人數 遠遠不足的社工人員 之外的很多人 都可以多加一點關心的話 那 人也許就不會跌得這麼深 這麼久了 嗯 好 那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嗯 謝謝 好 那我們現在開始開訪現場提問 那我可不可以先問一個問題 問一個說 我剛剛聽到兩次你談到採訪費 嗯 對對對 因為我蠻好奇這個部分 就是 媒體要來做訪問 然後 這個採訪費 他們是怎麼寫上出來的 哦 媒體的採訪費嘛 就是一般媒體 通常採訪我們的話 是不是就是沒有採訪費嘛 那但是如果是 對於街上的人的話 因為我覺得一方面也有可能是 知道說 哦 街上的人是有這樣的現金需求的 所以有些人會提播一些出來 或者是 嗯 像是一些記者可能自己本身在 譬如說茶水啊 或什麼之類的 有一些小的 小的費用的話 我們都會主動詢問看看有沒有辦法幫 就是街上的人 至少 多籌到一點點的現金 嗯 對啊 那有時候這個現金 就是大家可能也很快就花掉 還是買一包煙 或是怎樣之類的 可是其實 對於街上的人來講 你多一兩百 一兩百塊在口袋裡面 那個多的感覺是 某一種自主權吧 是 所以我是蠻好痛的 數字 就是他們是 是你們幫忙爭取 幫他們 可以講嗎 對可以講 哦 多少錢之類的嗎 我們通常都會問啦 就是 有些人會本來就有準備 然後如果沒有的話 也是看對方 如果有什麼茶水費 或什麼的預算的話 就是看能不能盡量轉給 就是 大哥大姐 對啊 所以是多少錢 多少錢 無敵到包 就是可以講 我想一下哦 我不知道高到哪裡啊 然後 呃 徐大哥的話 多少啊 剛好就 然後後來就發現他請我吃的很便宜 不是啊 好像是 五百 五百多塊吧 然後有些是那個 就是 呃 有些老師 或是有些單位 他們在做問卷的時候 會用那種什麼 7的禮卷 哦 對對對那個也 蠻多人 對 就是那種禮物商品卷 對對對 有些是這種東西 因為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街上的人不是 就是 他們 要的可能也不是什麼 多少錢 就是你有給我 就是你有那個心意 但是我會這樣問 是因為很多年前 那時候 陳雪扁廢工廠 台北市的工廠 所以那時候其實有 非常多運動 然後也有很多組織團體 進去支援 然後那時候我 剛好去 差不多也是這個時間 就是四月五月 我們要做一個母親節專題 嗯 然後我就去採訪日日春 嗯 然後那時候日日春的社工 就跟我說 那你要付採訪費 哦 然後他就跟我說 因為妳就是嬌小姐啊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欸他其實講的蠻有道理的 嗯嗯嗯嗯 不過那次我付的還蠻高的 爆燥 那我付了一千五 哦 我是不知道嬌小姐啊 他就說那是很低啦 就是他得 他意思也是說 因為他為了要見你 其實他那時候都已經是 沒有在從業了 嗯 而且其實那個題目 我覺得老實說是蠻私密的 因為是要去談他跟他女兒的關係 嗯 那我覺得那個很有意思 對一個記者來說 他也是一個很大的反省 是我們一般在採訪的時候 其實很多單位是會 對記者非常好的 嗯 對對然後就是 你知道是很 各式各樣 大家會覺得記者來採訪日 就是一個honor 所以會提供很多 甚至很多人送記者禮物 這當然是不太正常啦 可是 可是我覺得那一次 給我的經驗很好的是 他其實很認真的提醒了 就是說當我們在 就是當我們在 詢問 我們受訪者任何議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在從他們身上拿東西 對 對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剛剛聽到妳提到說 喔就是要付採訪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很棒的 嗯 就是我覺得大家是 特別的是我覺得是 針對一些 什麼群士 他其實 他這個時間可以拿來工作 嗯 就是他今天並不希望你的採訪 讓他過得更好 可是他去 他如果有這個時間 他可以去工作 或者是這個時間 他可以拿來換他的生活 是 那你要 你要佔用他的時間 其實是應該要膚淺的 嗯嗯嗯嗯 其實我們有時候也在 反思這件事情 就是在記錄街上的人故事 又是 尤其是到最後寫書的過程 都會覺得 嗯 一定會反問自己說 這樣子在消費嗎 是 對 嗯 藉由去書寫別人的故事 嗯 然後就是 獲取一些什麼名聲 或是板聲 沒有什麼板聲 就是也不用這樣 對啊就是 到底有沒有在消費弱勢這件事情 就像是其實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是 有時候是看關係 對 對 那像 我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 有去講過說 我們可能就是 沒有辦法支付採訪費 我們只能夠去提供 就是一本書 因為其實我們根本就 還不確定說 就是 要怎麼做 對啊 出版新手 那其實在那個過程裡面 真的是得到了很多人的幫忙 就是他願意去講述更多 多一點點他 就是 嗯 人生的經驗 其實我覺得 我真的從來都沒有 覺得自己是在 幫助對方 對 不管是書寫 或者是 嗯 分享食物的時候 其實很多很多時候 都是得到幫忙的 那 有關於就是採訪的部分的話 其實 我也是覺得 嗯 採訪費這件事情 應該是核心顆粒的 其實有時候也會有一種感覺 就是 嗯 就像我一開始講 就是 已經很多大哥大姐 知道怎麼講了 你有時候一坐下來 他就已經開始講了 你想要從哪一段開始聽 從我小時候開始聽 還是從我流浪那一段開始聽 這樣子類的 也會讓我心裡面 有一點點感慨說 這個 這個故事是 已經包套好 要被犯售的 我媽 那其實只有 透過更長的時間的相處 才有辦法去 知道更多一點點的事情 嗯 然後我剛剛在聽 剛剛有講的時候 其實他有一個感觸 就是因為其實 裡面裡面有一個故事 是那個透徹大哥 嗯 就是說他其實是有資格去 他已經年滿六十五歲 而且他現在的狀態 他是可以去申請一首 的補助 可是他其實拒絕了 因為他覺得他還可以靠他人 去生活 然後就像你剛剛在裡面 講的很多的故事 就是這些無家症 嗯 他們都不太願意依賴別人 雖然其實在社會主流 看會覺得他們就是 在依賴很多很多 善心人士的方法 可是實際上在他們身上 你沒有看到那種獨立心 他就是不想要被控制 嗯 包含說我們實際上 他們很需要 一個安全可以 睡的地方 可是他們不願意去 睡一首 因為那裡面 有更多的一些 所以 自由這件事情 其實看起來 才是他們生命中 很強大的一個基調 嗯 對啊 我有時候也在想這件事情 就是 因為很常在 討論無家者的時候 就會 遇到 有人問說 欸 這些人不是因為熱愛自由 所以才 選擇流浪的嗎 然後我內心都一驚 就是因為我聽到的故事 其實都 很被迫 嗯 可是其實 到最後就是 流浪到底是不是一個選擇 到底是不是選擇流浪這件事情 就是 想了很久 也 也不知道就是到底怎麼樣 算是選擇的自由 因為 就像 我認識了一個大哥 他就講說 就是 他 他覺得睡在公園很舒服啊 你看睡在古蹟旁邊 然後又那麼通風 怎樣怎樣之類 可是 就是後來去 聽到他的一些 背後的 就是家裡面的事情之後 你才會發現到說 原來他不是 所以他的選擇裡面 就一般的選擇體是 A B C D C的選項 可是他的選擇 也許就只有兩個 嗯 就是或者是更被剝奪 他只能夠選擇某一個 對啊 所以 嗯 嗯 那個時候也在覺得說 如果 如果 是選擇 如果是自由的話 嗯 如果不管 我們不管 就是這個問題太哲學了 到底選擇 或是自由怎麼定義 可是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他的選擇 或是他在這裡 他認為是 比較舒適一點的話 那我覺得 就 有必要再更敞開一點 就是 為更多人 而不是 就是 一定要回歸到某一個社會的樣子 一定要穿著西裝 一定要怎樣之類的 因為你剛剛在敘述看門 就是在公園裡的樣子 看見 就是你坐在地板上邊 看著你的時候 其實我就想到 呃 因為我們有一個地板圖書館 我們每個天的下午 會拖行李箱去北車 那我們也是坐在地板上 而且我們都要去站地板 就是不然那邊就會被別人站 就是一定的時間 然後我們跟 就是一些移民工的朋友 我們坐在那裡的時候 我們也會被拍照 也會有觀光客拖著行李箱 就是指指定 然後這些人你們坐在這裡 然後就拿著相機對著我們拍 嗯 然後我覺得那種感覺其實很深刻 然後但是坐在地板上的我們 就是這些移民工的朋友 就是大家常常來來來 然後 他們也會分享很多食物 其實我們那個食物 每次都多要吃不完 然後生日的時候就會有蛋糕 然後大家會去買飲料 就是 你也知道他們賺的錢 其實不是很多 可是就像你剛剛在講 就是 他們很樂於分享 嗯 然後那種分享就是 會讓所有人 我覺得他們有程度 有點像是一種 社會保險 嗯 就是 但我覺得無家者的狀況是更辛苦 那移工們至少 他都還是有個住的地方 然後可能三餐是穩定 可是他們在那裡 他們就要額外再花錢去嘛 而且 其實那些食物都還蠻貴的 對 但是他們就是會拿來請大家吃 然後 就是 我自己在看就是 那個是在乎的是一個人的關係 所以 雖然這些人都不是他真正的 本來有關係的人 可是 因為我們就坐在同一天的地板上 然後 真的是一次兩次三次 到後來 就是他就會說 我知道你是誰 因為我常常看到你 雖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然後我們可以合照嗎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那邊自拍 就 然後 對 你就會不斷的在那個過程 我覺得你剛才講那些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就會不停的想到 而且 其實我有發現 就是本來在地板上 周圍有很多的無家者 他們也會過來跟移工們一起 就是有的時候他們會 都會一起分享食物 然後 我還看過那個 其實有人去騎一套 但我不太確定他什麼樣的狀態 就是 去跟移工一起 然後就有移工就給他錢 然後 我之前在台中那邊也有聽說過 就是他們看到 然後其實在台灣的行討者 他們其實也會覺得 我需要幫助他 對 所以 那其實給我一種還蠻奇妙的感覺 就是 其實我們在某些地方 在那樣 一樣是坐在地板上 然後 就是跨越族群 然後跨越演技 我相信他們是不能溝通的 可是我們那種是都可以 擁有一種共享的精神 對 我覺得 就是 之前聽過一句話就是 人是從 就是人的自知 就是從儲蓄的習慣的時候開始的 就是有時候那種 要劃分出 迷我的那種感覺 就像我們有一個 就是街賣陶貝他在賣 育蘭花的香氛片 可是他會跟阿火買育蘭花 對就是 他也說就是他很辛苦 所以他就跟他買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 聽到這種事情的時候就覺得 呃 我們在要求一個人要站起來的時候 並不是真的讓了一個位子給他 而是 就是 只是在旁邊喊聲而已 對啦 所以 其實 所謂的給人 於是不如給人釣竿這件事情 後來也還蠻 就是還蠻可惜的 就是 其實在現在的社會之前把它鎖得這麼緊 包含到說你要洗澡 你要吃飯 你要經過重重的難關 那種感覺 那其實 呃 真的要 要一個人多努力 他才能夠真的被 認可 被回回到社會的問題 好 那 我們接下來就把麥克風開始往下傳 每個朋友都可以 就是簡單的 呃 請問我的事 回饋你剛剛的 觀察 這樣子 呃 你好 可是我 要不要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 我叫陳柏 我當兵了 下禮拜一就要去當兵 哇 要當多久 我當一年 一年喔 因為我 對 然後 沒有就是 我上次有去參加就是你們的活動那個 優雞食堂 然後就是 大家一起坐在 就是 北車那邊 然後跟 就是五家者們一起吃飯 然後 不知道 那時候 就結束之後 就我一直在想說 就是我 就是以我們參與者的小度 就是去參加那個活動的人 到底 該以怎樣的心態去 去參與那個活動 我 就是那 這個問題一直 困擾在我心中很久啊 所以我 就一直不知道 一直找不到這個答案 然後就會覺得 就是 我們去參加 感覺就只是 就是一次性的 就可能如果說 這人就只是去參加 那 參加完之後咧 然後 如果我們真的 又經過北車 那我就問我自己 如果 下次經過北車 會不會 就跟那 可能當天的大哥大姐 然後跟他們打招呼 那打招呼 會不會願意 就是有沒有那個時間 可以坐下來 再跟他們 就是可能聊天或什麼 那如果不行 那我參加這個活動的 這可能意義又是什麼 就是 可能就會想很多 然後就是 想說 會不會你們 對於這樣的活動 就是有沒有 覺得可能參與者啊 可能需要 就是 抱持怎樣的心態去面對 或是可能有遇到 這樣的人 之類的 對吧 在一開始 哦 有問題真的是很不錯 那 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 嗯 在做熟談的時候 你就非常期待的大家 是有一種非常政治正確 然後道德居高一點 就是我們要知道說 這個不是同情 是同理 然後要怎麼走近 然後要怎麼平等的對待 怎麼 就是 想辦法 一起的去面對這個結構性的問題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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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一大堆 就是你好希望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好希望大家一聽到之後 參與過一次之後 就 馬上能夠做到 或是就是吸引更多 再做這件事情的人進來 可是後來你就會發現到說其實 嗯 很多人 就是每次來的人 因為你有參加過無差別場 你就會發現大家的 很多人的認知 或是很多人的了解程度 是不一樣的 對啊 那 有些人根本連 就是 無家者 就是 可能從來都完全不知道 無家者到底是怎麼 怎麼來的 或是從來沒有去關注過無家者 然後有些人是看了很多的新聞 然後覺得我終於要來了 然後有些人是 就是相關領域不一樣的NGO的人 就想要來看看 那又有一些人是 就是無家者的就是 服務社工 然後覺得說 有沒有另外一種角度可以去看到 原本我在服務的個案 就是對我這樣各式各樣的人 可能同事都在同一個場次裡面的時候 其實 我覺得 在那個過程之中 你原本會抱持著 就是我一定要 就是達到90分 就是大家一定要都學習到90%的 無家者的就是嘗試跟同理 可是到了最後 然後你就會發現 只要大家都能夠再多掌一分 或是多掌五分出來 我覺得就很棒了 就像是剛才那個 Gamma Damn那個計畫 我覺得 不管你是被馬來母吸引 或是你是被無家者吸引 或是你被臉神百味吸引 只要你願意 多在街上 多 為一個人 就是 關注度多五秒 多十秒 都會不一樣 對啊 就像不如你其實來了 參加兩次這個活動了 對啊 就是你 我覺得就是那是一個 很不一樣的選擇 也許你的選擇不是 就是我下一次就是直接 開始跟街上的人當朋友了 因為我們有些 有些就是參加的人是 認識了一位之後 他之後都去找他聊天 那有些人是 持續的參加就是相關的活動 那像是柏龍 你其實也來參加過了兩次就是 就是 就是 游擊食堂的活動 我覺得 就是只要多一點點 就是 我覺得你在追求什麼 真的蠻有趣的 你在追求什麼 你應該是有一些什麼追求啊 就只要去當兵 對啊就是因為 可能因為現在的 就是 想做一些事情 可是又沒辦法全心投入吧 對啊 所以就會覺得 好像 就是想要去接觸 可能 吳家哲這個議題 或者是可能 可能移工 或者其他的議題 就是 想要去接觸 可是 當然又不能碰太深的時候 就會覺得 那我去 就是以現在的階段去接觸 又沒辦法 對他們 或是對我自己 帶來一些什麼 就會覺得 可能感到很振著啊 對啊 我覺得每天也都很真的啊 就是一定會有這樣 可是在我心裡面其實 就是在看到不同的人去 就像是其實我們有很多的來參加的人 他也是抱持著我同情這些人 所以我要給他們食物 甚至自己帶了很多別的食物 或是暖暖包或是維他命C 要來給街上的人 用布施的方式 可是其實我覺得 只要走近一點點 就會不一樣 那只要能夠就是 有一個人 只要大家在當天的心裡面的想法 喔 原來吳教授跟我心裡 原本想的不太一樣 就是只要鬆動一點點 我覺得只要鬆動一點點原本的想法 其實就有機會 就是你在下一次走路的時候 你就不會這麼的恐懼 下一次看到新聞的時候 有人跟你說就是 JR你可怕的時候 有人會想說 不是我之前有參加一個活動 好像不是這樣子的 就是只要有這麼一點點的不一樣 我覺得 改變也許很慢吧 那我們追求的也不是改變這個社會 就是只是把這個社會 或是這個人 他原本更多的樣子 補錄出來 有更多的資訊 在這裡了 那你的選擇會是什麼 好 好 歡迎你今天在活動 你的參加就是一個行動 好 好 謝謝 謝謝 嗯 我 我有接觸過的那個街友就是 欸 我自己拍攝也還不太行 呵呵呵 不然一直對著我 對剛剛 對他 呵呵呵 我自己接觸的街友就是那個七十七 喔 七桑 嗯 嗯 太起場 對 也好多年了 嗯 因為他的位置也很好 嗯 就是台北車站 那個A8出口 嗯 然後也是被別人介紹的 就是潘帶也是義大利 那飛機大哥 他還來這邊演講過兩次 嗯 就月初的話 我剛好經過的話 就可以跟他 去那邊買一本 其實我 可是我從來沒看 呵呵呵 BIGI SHU自帶下來 我就看 你之後可以來 你可以之後可以跟他買 人生百味的果乾 哈哈 哈哈 這次開過了 對啊 這是可以公開的嗎 呵呵呵 這是直播台 有啦 他就直播可以講 不是不是因為 那個BIGI SHU 的BIGI SHU 是不能賣其他東西的 最好 還是最近改了 有說最 有說最好不要 嗯 但沒有絕對不是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 對 好 那 好再看看 可惡 不是不是 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接下去 我不知道 那那個 李徐中 萬一看到 他不會看到 他不會看到 我想 我想請教 請教鋼勇 是 在你們太陽化學運 之前 你們有跟 街友 任何的 你們現在知道 無家者 有任何的 接觸嗎 會不會 不壞 嗯 應該是說完全沒有 對啊 就是 另外兩位的經驗 應該 就算有也是不多 然後我自己的話 是完全沒有 對 就像是 通常比較多 會是在火車站 可是我自己 因為沒有 就是沒有去補習 所以沒有 就是很少經過火車站 所以其實也都 不知道就是 無家者的狀況 然後我們家座的地方 也是所謂的 就住宅區 對 所以其實從來沒有遇過這樣的狀況 一直到現在 其實 嗯 我都有一種 就是因為其實我自己最關注 或是 從以前比較有興趣的議題 可能一直都不是 就是無家者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一直走到這裡來了 那 嗯 我們的很多夥伴 其實來參加的時候 心裡面 在意的那個議題 也不是 無家者 但也不知道怎麼會進來參加實習 對啊 然後在這個過程之中 去慢慢培養對於 一個 一個群體的信任吧 對 因為原本 我覺得無家者可能會是我最討厭的類型吧 就是 大男人 就是 父權的 然後就是每次都說 女生 就是你晚上不要再那麼晚出來了 很危險 或者是就是你褲子要再穿長一點 或是 就是 就是 就是父權的 然後又是一個 老人家 還蠻溝通 就是 都是我自己覺得 就是如果是平常的話 我應該會還蠻火的對象 可是 就是因為 在這個團隊裡面 所以 更去想辦法耐下心來 然後去 想辦法溝通跟聊天之後 你才發現說 就是 越去了解一個人 你就越難去 真的這麼討厭他 或是你更願意花 就算是你沒有辦法同理他 你也 多願意 在他身上 展現更多的包容或是耐心 這種感覺 對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人生百味跟 馬草心跟另外漂流 None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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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哪些團體症 然後 那些團體之間到底是 什麼樣的關係 或者分工 哦 呃 在台北市的話 如果沒有講的 啊 對不起 前輩如果我講的夠多的話 我就把它直播停掉 沒有 我很怕我漏 漏獎的誰 這樣子 就是 呃 現在 在台北市 就是我們 就是比較熟悉認識的組織 像是 大一點就是 仁安站 就是仁安站 或是恩有教會 他們通常是一個基金會 或是一個教會組織 但是 他們每一個不同的 分會或是站 都是獨立的 就是 站長 就是他一個人去handle整個 就是 就是站的營運跟募款 等等等等 對所以仁安站 我們有認識幾位站長 然後還有 如果是組織的話 像是 芒草新協會 在做 呃 居住跟 職業介紹的服務 對就是 呃 有一些據點是能夠讓 製造自立 自立支援中心 嗯 就是讓大家可以在裡面住在半年以上 然後去尋找工作 然後他們也會幫忙媒合工作 然後現在也有就是街遊 就是街頭導覽嘛 然後還有 起家工作室就是修繕等等的就是 呃 新的工作機會的製造 嗯 然後當代漂泊的話是 呃 倡議型的團隊 然後是在講 有關於破千 然後還有無家者的人權等等的 就是 呃 法律服務的 的協助這樣子 嗯 那 比較多 就像是 常常會在就是 簽證 就很多次就是 台北車站如果要 就是清理無家者的 就是家的家當啊 或是把他當垃圾丟掉的時候 就其實就是唱 像當A-POP就會出來 就是出來做連署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是 大家的 家產 嗯 而不是你所謂的垃圾 對 是做比較倡議型的 然後 嗯 人生百味是在做 我覺得比較偏 也是偏向倡議型的 然後 方式是比較用 惡搞型的方法 就是 來做一些 奇怪有趣的行動 然後 嗯 有一個叫做 台灣 夢想城鄉 營造協會 對 他們在做的 我覺得其實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 是一個 緊密社群的建立 對 就是透過 一開始是來 你要不要來就是 學戲劇啊 或是你要不要來畫畫啊 或是你要不要來 就是學導覽 就是用各種 就是小的才藝般的方式 然後把 人就是 凝聚在一個小空間裡面 那 因為對於就是 創辦人來講 他以前是萬華人 對 就是薰明熊老師 他以前是萬華人 他在看到萬華的時候 就發現說其實不是只有 無家者是 就是弱勢的群體 然後包含到很多的 呃 單親媽媽 或是 單獨居的老人家 等等等等 就很多就是這樣子的群體 都聚集在 就是萬華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 但是這個群體其實 彼此之間是 嗯 有時候是有一點敵對 就想說 資源互相強奪啊 或是 歧視對方 等等的狀況 那對他來講 他希望說能夠把這些人凝聚在一起 然後去 呃 看到說其實我們約那麼多不一樣 所以他們就把 各式各樣的人 就是聚集在這樣的小班裡面 然後培養信任 然後去互相的 呃 吐露出更多的故事 然後達到更多的連結 嗯 對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 呃 像是新北的話 就是智協 對 對 新北智協 喔完了 我怎麼會講那個簡稱 就是新北智協是在做 就是 官兆員的 對對對 在做那個 無家者的居住的協助 像是觀兆員 對 就是他們在做一些 就是 短期的 那個 呃 就是居住 嗯 然後另外的話其實 在台北裡面 還有 昌盛協會 它也是非常 就是 非常老的一個協會 然後在做的是 呃 也是無家者的居住 然後比較多 這邊的無家多 無家者 就我聽 上次聽執行講說是 以年紀大的 比較沒有辦法工作的為主 這樣 對 我剛說的都是友好團體 呃 認識團體 因為其實無家者的領域 他的敵對團體 以對團出的印象為主 哈哈哈哈 哈哈 你說他弱勢代言人 哈哈 應該是 他們 他應該是你們的 敵對團體吧 其實我 我不知道欸 就是 在 敵對團體 我們是沒有被針對過 所以就是 就是 以 立場來講 你們看起來是 當他另外一邊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直播就要關掉 啊沒有啦 真的 好像我要講很了不得的事情 其實也沒有 了解事情沒有很多啦 就是欸 關掉了嗎